现实生活中的压力,工作的不顺心,还有一些痛苦的回忆等这些负面因素很难让我们开心快乐起来 我今天在想,能不能用物理和机械方面使人开心快乐一点 经过几天的研究,我做了一个开心快乐挠挠乐,就是这个椅子式的 这个开心挠挠乐,根据人体结构,通过齿轮传动 用机械手臂不断的刺激我们身体四大小学,让我们情不自禁的开心快乐小熟生长 而且它还能根据不开心的程度,调节快慢的速度 现在我们这种是人发生头脚,不开心的程度 然后,就是丢了钱包,之后不开心的程度 之后,就是家里失火了,到底什么都没有了,不开心的程度 下面我找人给大家试验一下 老弟儿,发生什么事情呢,让你在这里痛苦的嗑瓜子 来老德哥,让你开心一下 为了避免我们太开心,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所以说要加一点保护措施 这是我老弟儿使用前的表情 试一下 试一下 青菜好重啊 现在我老弟儿多开心 好久不見